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上一支视频的part 2 就是what I will bring in my toiletry bag 今天要关注的重点呢 我出门travel的时候 我的彩妆会带什么 然后这个彩妆呢 就没有上次那个护肤品那一包那么惊人 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这一包而已 然后呢 除此之外我还会带就是一些洗漱用品 然后也顺便跟大家一起在这个视频里面分享一下 好 废话不多说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首先要分享的呢 就是这个彩妆包里面有哪些东西 现在把它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beauty blender的彩妆蛋 然后呢我就是拿了一个这个淘宝上买的这种小盒子 把它装起来这样会比较卫生 也不会就是沾到到处都是在travel的时候 然后第二个我要分享的呢 这个我就超级推荐了 这个是benefit的定妆喷雾 它叫poorfessional super setter 然后这个应该是今年新出的新产品 因为以前它是一个那种涂抹式的 就是primer 那个也非常的出名 然后这个呢是今年新出的 这个是你上完妆之后呢 你就是再来喷它喷在脸上 我试用了之后 我觉得哇这个超厉害 我超级喜欢 它的这个水珠非常的细腻 然后香味也非常的清透 我觉得很不错 是一个非常称直的定妆喷雾 推荐大家 OK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有一个这个可以用来卷刘海的 因为它是而且是软软的 也不怕就是压到 就用它来卷一些刘海啊 或者是头发之类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一个发夹 就是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加住你旁边的碎头发 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 我使用的粉底液 是这一支 不知道能不能对焦 看得到吗 好像这个相机有点难对焦 这个是Charlotte Tiberi的一个 我今年新买的粉底 叫Beautiful Skin Foundation 然后它的色号是三号色 唯一的建议就是大家 最好是靠柜去试一下颜色 因为这一支粉底 Charlotte Tiberi 它有出非常非常多的颜色 当时我在会台上自己试的时候 就有点不能决定 到底要选哪个颜色 然后是那个Sales的小姐姐 她就过来 她帮我试在了我的这个脸的边上 然后她说 这个三号色是你的颜色 然后试下来果然 嗯非常的好用 嗯推荐 我蛮喜欢这支粉底的 OK 然后刚刚讲到了粉底呢 那就顺便来讲一下 就是病庄的散粉 我用的呢 也是Elegance他们家的 然后这个 他们最出名的 那个之前我有讲过 就是一大饼 那这一个呢 它是一个真的是散粉的 它就里面是这样子的 不知道能看到吗 对然后呢 看一下 它这个好像 哦它也居然是有颜色的 它是色号是100号 然后是SPF 10PA加 它有一点防晒作用的 嗯这个我觉得也不错 就出拆袋的话 也非常的方便 嗯接下来呢 还是一个Elegance的东西 它是一个腮红 201号Orange 2001 然后它的颜色 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的 是这个颜色的 看起来好像是有点灰灰的 但实际上它擦在你的脸上 还是非常元气 好气色的一个 橙色 我觉得就是对于 黄色肌肤的亚洲人来说 Elegance家的腮红 是相当的友好的 因为就是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些欧美的腮红 它们就会做的太 太红 然后呢 就是会让你脸上 有非常明显的两坨 那个就不太行 接下来呢 刚刚讲到底妆 我通常会使用的 就是这一支 Charlotte Tibbury的 这个粉底 但是我也会带一块气垫 就是 If I don't feel like 就是我需要 就是上全妆的话 我有的时候就会用 这个Cushion Foundation 叫气垫 对 然后这个应该是 买他们家的粉底 送的一个小样 然后里面就是这样的 看一下色号是 20号 这个对黄二白 是相当有好的一个颜色 而且它的这个包装做的 好高级 这个上面都是皮的 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它这个 会很快就用完 因为你看到 是非常小一支的嘛 而且就是 我也不知道 去哪里去买补充妆 就有点浪费 这个美丽的包装 嗯 好的 接下来要给大家 就是 也是一个benefit的产品 这个是一个benefit的眉笔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好像有点难对焦 对到 OK 好的 它这一支就是 Precisely Brow Pencil 它是可以转出来的 然后里面是细细一支 我还蛮喜欢他们家的 这个眉笔的 而且相当出名 这个不是一个正装 这个是一个小样 所以它没有后面那个毛刷 我觉得略微微 有一点不方便 但是它会帮你 把你的就是 嗯 眉毛画出 非常精细的毛流感 因为它这一支就很细 嗯 讲到 眉笔呢 然后另外一支 我随身携带的 就是出门会使用的 就是这一支 Anastasia的 嗯 Brow Definer 它就是这样的斜角的 斜角式的 也是可以转出来的 斜角式的 嗯 这支也不错 而且它这个后面 有这个毛刷 嗯 我也蛮喜欢的 嗯 出门的时候这两支 我都是会一起使用 在眉毛不同的部位 其实把眉毛画好 对于你整个妆容 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还有一支 其实这一支 我已经很少使用了 这一支也是一支眉笔 这个是叫Facio 嗯 不知道 Facio 这个是日本的一个开架 开架的品牌 然后它的 你看它的头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以前 就是会比较喜欢 这种粗粗的头 但是后面呢 我就发现 哎呀 就是画到 很像蜡笔小星这样 所以 呃 现在我已经比较少 少用这支了 可能趁这个机会 我就把它淘汰掉了 因为这个时间也挺长了 然后还有一支 嗯 Kat Von D的 Tattooliner 这个是eyeliner 呃 就是因为我现在 都有带假睫毛 所以其实我用eyeliner 并不是非常多 我最多会补一下 就是眼角的地方 就是让你的眼睛 看起来比较的有气色 这支我 其实一直都万年回购 而且我没有买它 全黑的那个 我买的是brown color的 这个我还挺喜欢的 嗯 推荐大家 Kat Von D OK 然后最后呢 我的这里面 还有一样东西 这个是 它这个是 看起来是不是会很像 美少女战士的一个包装 它其实上面以前 有一个五角形的 这个是Jeffree Star家的concealer 呃 是颜色 色号是C5 当年呢 它这个刚出来的时候 风超大的 而且当时有个故事 就是有一群贼 去他们在California的仓库 把全部C5的色号 全部都 呃 偷掉了 只偷了一个颜色 然后Jeffree Star本人 还有去报警 这个我还挺喜欢的 嗯 推荐 使用 嗯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一些小工具了 我这里面有一个修眉刀 然后一个就是没钱 这个我其实用的非常少 因为我 不是一个能对自己下狠手的人 就是我没有办法 就是一直要去 呃 拔自己的毛 所以这个我用的非常的少 就是有的时候 有一些非常粗的短毛 我才会用它 一般我都是用这个 呃 修眉刀的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这个也超级推荐 这个是个指甲刀 MUJI家的 嗯 这个可能N多年前 买的超级好用 就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出门在外 就是这些小工具呢 最好是随身携带 比如说如果你的指甲断掉了 或怎样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应急的东西 而这个说老实话 MUJI真的好会做指甲刀哦 他们家指甲刀真的 还蛮好剪的 嗯 OK 好 那这就是我分享的彩妆部分 然后接下来 我就来快速的分享一下 这个换洗包里面有什么 通常呢 酒店一般都是会有这种洗头 shampoo啊 conditioner 或者是 嗯 沐浴露 但是呢 我还是会比较习惯 带我自己比较喜欢用的东西 Just in case 酒店的那些产品 不好用的时候 那你还有一个 Plan B 那第一个要分享 其实这个已经快要用完了 这个是 Christophe Robin的 嗯 一个 这个是海盐的 嗯 然后我是在 Look Fantastic上面买的 这个小织妆的 因为我想要试用一下 但是真的还可以用蛮久的 我已经出差了这么多次 这里面还有一些 但是我可能这一次就把它拿出来 把它全部用掉 对 然后这个 它就是会洗到你的头发 就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干净 而且就是你可能 两天不洗头 别人也看不出来 它就是会把你头上的泳 全部都带走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就会建议大家最好是 还是要用一下 这个护发的产品 这一支我带的是Virtual的 Virtual的这一支 护发的 它应该是个Treatment Mask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我随身携带的 哎呀 这个有点弄出来了 这个是 嗯 呃 欧书丹的沐浴油 这个我超级喜欢的 它是Almond Oil 然后它就是有一个 非常高级清新的香味 如果譬如说你在外 你觉得那个酒店的沐浴露 会把你的身体洗得很干的话 这个油呢 它就会让你 觉得身体 又恢复了滋润的感觉 非常推荐 喜欢 OK 好 这就是我出门会带的 就是彩妆和换洗包里面 所用到的东西 不知道你有没有得到什么灵感呢 如果你有什么小建议 记得给我留言哦 好 先这样 拜拜